大家好,今天8月24号 今天不在家做早饭了 难得打扫卫生 出门搞一个吃播 小鹦鹉早上好 大家好,今天8月24号 来到咱们纽约华人社区 凯西娜大道上面的 中美超级市场 来拍下月饼的价格 今天可谓是金秋送爽 当贵飘香 前几天我拍的是老仓发超市的月饼的价格 今天来看一下中美超市 比较比较 这个是交通指示牌 本来旁边可以 绑着停自行车的 但是你看街头摆地上的全部占满了 所以我把我的自行车 就锁在这个 包厢这里了,它有个铁链子 我绕了一圈 那边也是自行车挺满的 都没处放了 主要是这前面有个大的木盒子 电动自行车是苹果牌的 现在9点过 中美超市生意爆好 我是经常上他们家买东西的 那天买龙虾也上他们家买的 我们来看看中美超市的月饼 我已经看到了,摆在这里了 重要的事情说一下 时代广场那个大屏幕 郭富城打的美心月饼的广告 会播放到9月1号 喜欢的朋友去可以去打一个卡 拍一拍 美心月饼 金花月锡 我拍了好几家 咱们纽约法拉顺 华人超市的月饼 家家都是把香港的美心月饼 摆在这个最显著的位置 因为一定这个是名牌产品 这个质量各方面都是信的过的 消费者喜爱商品 美心东方蜘蛛月饼 这是多少钱一盒 54块9毛9 旁边这个七星半月是79块9毛9 这边这个金花月锡 美心的是55块9毛9 还有美心流星奶黄 这个包装也是非常漂亮 这是传统图案 画在上面是69块9毛9 香花奶黄 也是美心的月饼 69块9毛9 旁边这个是小包装的 香港美心月饼 这个小盒的是34块9毛9 明月月饼 这个就是一些卡通 小孩子喜欢的 我看到了 这个中美超市比较特别的 别家我没有看到的 有这种两个小包装的美心月饼 这个就买回去自己吃 非常棒 它这个是减糖莲蓉 白莲蓉月饼 就是低糖的 不知道糖尿病的可不可以吃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这个比较特别 不是每家超市都有的 也是美心月饼 是迷你冰团系列蛋黄联绒月饼 这个价格是19块9毛9一盒 这拍掉了 这还有香港的美心月饼 金风秋意 这也是铁盒的 这个包装就比较小 一盒是44块9毛9 这边也是美心的 这个什么口味的 美心三黄白联绒月饼 这一盒是49块9毛9 你看都是美国市场专用 这是美心 双黄白莲蓉月饼 也是44块9毛9 这边也是 莲蓉月饼 也是铁盒的 是44块9毛9 价格都差不多 这也是美心的 双黄豆沙 这一盒是44块9毛9 这个都是铁盒的 那过来也是一个主打的品牌 稻香村 它的价格就比较便宜了 14块9毛9 这个宋仁 还是可以的 包装也是挺精美 你看 这个红色的底子 烫着金色的 浓的图纹 这一盒是39块9毛9 宋仁 也是高端打气上档次 这个也是稻香村的 流行水果 输月月饼礼盒 这一盒是39块9毛9 这边也是稻香村的 礼盒月饼啊 仓花款的 这个是39块9毛9 旁边也是稻香村的 金牌月饼 是29块9毛9一盒啊 经典传承啊 过来呢 也是稻香村的 哇 稻香村今年出了很多新款 去年好像没有这么多品种啊 明月满庭啊 这个是21块9毛9 这盒不错呀 750克的月饼礼盒啊 送礼啊 非常不错 这边也是稻香村的 流行奶黄月饼 400克啊 这个送礼也是39块9毛9 这个包装它就比较简洁啊 这也是稻香村的金色年华 这是铁盒装的 52块9毛9啊 哇 这个就是五福尼门啊 这个包装就比较大了啊 这个广播好大声啊 这个月饼是多少钱一盒 这么大一盒 哇 这个价值可以28块9毛9啊 这个送礼还真的拿得出手啊 大家看一下 这边也是香港 这边也是香港 这是一些小众品牌了啊 这是月满风味 这一盒是64块9毛9 东方佳品 52块9毛9 这是出口品牌 与出口欧盟同品质啊 这边也是至尊帝皇 这一盒是52块9毛9 这个就不知道是什么品牌了 是黄楼 这个小盒的梦之小梦啊 五音之月啊 名字取得很好听啊 是24块9毛9 这中美超市的陶陶居 这个是流行奶黄月饼 36块9毛9 总之外月饼就是封点游人 这也是陶陶居的 它这个也是铁盒的啊 就是吃完月饼的盒子留着 可以装针线啊 30块9毛9 这边还有华香园 这个便宜 是19块9毛9啊 这是五人的 这边也是华香园的 这是红豆 红豆蓉19块9毛9 这是华香园的 也是蛋黄酥19块9毛9 这边是香港的佳华 这个铁盒的便宜 15块9毛9 总之吧 封点游人 对不对 看你是自己吃还是送人 送人吗 肯定那个包装上要 选漂亮一点啊 精美一点的 这边就是云赏 这个就是剪装的 39块9毛9啊 就是纸盒的 不是那种铁盒的 这边有芋头酥 29块9毛9 下面这儿 这个比较特别啊 朋友们 还有苏式月饼啊 苏式月饼 我自己比较喜欢吃 这有海外天 这些是28块9毛9啊 都是铁盒的啊 包装还是可以的 包装还是可以 这边过来就是生计月饼啊 这都是价廉物美的 29块9毛9 这边是绿豆口味的 26块9毛9 这个是茶月饼啊 这个新款啊 符合当下年轻人的选择 也是生计牌的 这一盒是39块9毛9啊 这边是蛋黄酥 就是一些创新的口味了啊 35块9毛9 就不是一些什么传统的那些口味 这6都是蛋黄酥啊 这是什么 逸美牌的 31块9毛9 10月初五 八星营业月饼盒 这是69块9毛9 这个是水果茶香月饼啊 这个就是素月饼的啊 24块9毛9 这个不错我觉得 这是澳门的 10月初五这个品牌是澳门的啊 这个大盒是54块9毛9啊 大家看这三个啊 10月初五是咱们澳门的 澳门的品牌 这个是来自美国加州的月饼品牌 加州五省月饼啊 应该是华人自创的啊 这个价格是26块9毛9 我最喜欢的 今天最喜欢的包装是这个 花鱼送月 哇49块9毛9 好漂亮啊 这个你看 像咱们古典传统那种 首期的饭盒啊 它把它做成铁盒子的 哇非常漂亮 这盒也不贵啊 我觉得我要是送礼哈 要我买一个月饼 我就买这款49块9毛9 嗯 我是比较看这个颜值的啊 口味我都不介意 这个因为月饼都是很甜的啊 我也不怎么选吃月饼 但这个包装真的吸引我了 唯独他们家超市有啊 其他没看到啊 这边也是 一美牌的这个是绿豆蓉的啊 31块9毛9 这边也是中华老字号哈 广式白莲蓉啊 这个49块9毛9 这边是广式白莲蓉啊 49块9毛9 这边也是什么牌子的 这个是澳门制造的也是 这几款都是澳门的品牌哈 中华老字号举香园啊 这几款都是来自澳门的品牌 叫举香园 价格都还合理啊 就是不超过50块钱吧 反正 这边是元朗荣华月饼 就是69块9毛9 什么味啊 这个字都看不清楚啊 哦 四黄白莲蓉月饼 这个是荣华月饼啊 这个也是名牌月饼啊 所以说你看它和美心月饼 摆在两对面啊 这个是49块9毛9啊 这个很有名了 一看这个包装就知道是香港的 这边是荣华月饼啊 非常好 它是低糖的 是多少钱 52块9毛9 也是名牌月饼啊 这边是回家团圆最珍贵 哎呀这个广告写的好啊 双黄白莲蓉月饼 这个纸盒包装的16块9毛9一盒啊 双黄莲蓉月饼啊 这是经典的实体月饼啊 哇这个不错 16块9毛9很便宜啊 广州酒家哇这个名牌嘛 每个超市都有的啊 哇好棒哦 实在广州第一家 史上云1935年啊 价格也不错啊 这盒是47块多 这个旁边的水果月饼啊 里南加果 这是59块9毛9 这种应该是比较低糖的 没那么甜的啊 哇 下面一行全是广州酒家的 广州酒家的 给大家看一下 28块9毛9 铁盒的啊 铁盒的啊 非常棒啊 这个是加好月圆月饼啊 这个包装比较不比较不错 我觉得你看 非常喜气啊 这个姐姐买的粽子 就不要了 就是丢在这儿了 价格挡住了 我看一下啊 加好月圆月饼 每合是12块9毛9 我觉得这个比较不错啊 你看这个包装又好看 对吧 价格又合适啊 送你自己吃啊 都不错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好东西啊 他们家的那个黑鱼片 非常不错 自己拿回家做酸菜鱼 蒜火锅 打煸炉 非常棒啊 就是这个黑鱼片 非常棒 烫火锅 特别是做酸菜鱼 它都片好的 里面没有吃啊 老人小孩都非常合适吃 它一袋是200克 你一家人的话 用两袋做酸菜鱼够了啊 里面加点粉丝啊什么的 非常便宜 现在没有打折啊 现在是多少钱一包 我看一下 现在是3块钱一包啊 之前打折 还有时候有活动 3块钱一包也划算啊 比两包才6块钱 做一顿山菜鱼 好了家里面有青菜了 买点青菜 你看中美超市里面就没有音乐啊 可以在这儿安安静静的拍啊 品种又多啊 哇这个大葱不错啊 这个蒜苗也不错啊 我买点蒜苗啊 我炒我从四川带的那个豆豉还没炒完 用这个蒜苗炒 这个姜豆也不错啊 1块9毛9一磅啊 这唐人的芹菜才新鲜啊 好新鲜啊 感觉这个鹿猪都还在上面挂着啊 这个我们唐人华人吃 拿来炒菜炒豆根炒肉都不错 比老外那种西芹好吃 我觉得有芹菜味一点很香 这个蒜苗价格贵一点啊 3块9毛9一磅 还有一个就是实话实说啊 美国这个蒜苗是没有我们四川的蒜苗香啊 没有那么嫩啊 它这个特别是叶子这一端啊 特别老啊 但是也没办法啊 只能美国就是这样 有这个华人的蒜苗已经是非常棒了啊 这个做回锅肉也比较好 现在这个葱也涨价了啊 9毛9一磅 疫情之前啊 两把 两把葱才一美元 哇 这个大家都在抢 抢这个台商花菜 哇 太新鲜了 多少钱一磅啊 怪不得这么这么抢 9毛9一磅啊 好新鲜啊 你看这个花山就干干净净了啊 好了 我又买了两把葱啊 两把葱就是2块钱了 我买一把这个姜豆吧 回去水煮啊 因为现在正式季节嘛 过了秋天的话 这个就老了啊 姜豆也买了啊 现在搞点青菜 哇 这个小白菜不错啊 好新鲜啊 这么好的叶子都丢掉了 摘出来好漂亮啊 摘得干干净净啊 丢了的都可以吃的 再买一把这个娃娃菜啊 每半是1块2毛9啊 拿了一桌 看看多少人啊 现在是9点58分 好多人买菜啊 乌样乌样的啊 简直有点像中国的农贸市场啊 10点20了啊 现在准备去结账了啊 买点菜回家 今天是这个农历的7月21啊 所以说到这个中秋佳节 也很快了啊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啊 要买月饼的朋友们呢 就是可以 构思一下了啊 预算一下 特别是送礼的朋友们啊 好的 我的排队接账啊 拍了这么多家华人超市月饼啊 我个人觉得就是中北超市 他们家的月饼呢 品牌比较多 然后价格呢 也是从高到低 中档的也有啊 包装呢也是 拍了那么多家华人超市的月饼品牌 我觉得中美超市他们家这个月饼品牌啊 品种呢 比较多啊 就是大品牌 或者一些小品牌啊 都有香港的澳门到中国大陆的 然后它的价格呢 也是 差别比较大的 有贵的有便宜的啊 所以你的选择呢 就比较多样性啊 我都买了四样菜哈 七块三毛 七块三毛 八块 他们家菜啊价格比较合理又新鲜 好 谢谢 花生两磅五块 花生两磅五块啊 生花生它这个是 又大又漂亮 可以拿回去煮那种水煮花生 放点香烂八角 给点盐 那今天这个中美超市 月饼的价格就给大家扫到这里 他们家我好像没看到 那个什么冰皮月饼 我不知道有没有 大家可以亲自来看一看 因为这个冰皮月饼 他买了是要放冰箱的 中美超市里面人特别多 所以我今天就不给大家看了 改天再来看一下 他们家有没有冰皮月饼 留个悬念 那中美超市的地址在哪里呢 现在华人社区来了很多新移民 给大家说一下 你看正前方就是图书馆 是不是图书馆的这一侧 是在凯西纳大道 然后这边图书馆旁边是荣兴广场 所以非常的好找 当然了 法拉圣的老移民 老华侨都知道的 就不用我在这重复了 你看他楼下还有个什么 新天机包子 经常在他们家买早餐 这旁边还有个什么 压宅夫人 旁边最有名的是 谭木匠 那中美超市 它有停车场 但是你要消费满50 才能免费停车90分钟 这个和咱们纽约华人社区 缅街或者凯西纳大道上 其他的超市都是一样的 因为这里是寸金寸土 它的停车场 大家就是走凯西纳大道 和巴克莱大道 十字路口 从这进去 我还是甩几步火腿 把他们家停车场给大家看一下 很多朋友问法拉圣 附近哪里有免费停车场的超市 那就只有飞龙超市了 我也经常去拍 它就是在大雪点那边 可能没有车的朋友 走过去稍微远一点 但是也不是很远 你看这就是停车场 对吧 明天我会继续给大家拍月饼 明天去扫哪家呢 去扫一下飞龙超市 因为他们家也是没有音乐的 没有音乐的超市 我才能拍 有音乐的拍了没钱 白忙是吧 看到没有 看清楚 中美超市消费50元 免费停车90分钟 还是不错的 一个半小时 买个菜 在法拉圣再去吃点东西 完美 然后回家 当然了 你来中美超市买菜 你硬要停在马路边 别人也拦不住你 看一下价格 一个小时两块五 两个小时七块五 所以说自己算一算 心里有数了 中美超市的地址和停车场 都在这里了 十字路口 看一下 一般从超市 刚刚买回来的新鲜的蔬菜水果 我喜欢放在竹的泊筋里面 把它稍微敞一下 把这个水分给它晾干一下 然后再放入咱们的冰箱 这样一余保存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 点赞 关注 转发 订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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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